我们又见面了 这里是阿硕 欢迎来到阿维马克兔 上期 不不是本期 最强母亲杀到 阿尼亚总算是能够安心了 不过好像一脸凶象的母亲更可怕一些 这不坏蛋头头刚打算派出她的大狼狗 母亲一个呲牙就直接吓跑了大狼狗 眼看这边的动静逐渐吸引来了看客 明显处于弱势一方的坏蛋头头 只想拽着大白狗逃离 但大白狗硬是不听她的指示 于是坏蛋头头一气之下 直接踹开大白狗 独自逃离 见犯人逃跑 约尔本能的想去追捕 可转头看着眼泪依然在眼眶里打转的阿尼亚 约尔实在是不忍心再撇下她一人独处 随后约尔简单捆绑了一下剩下的犯人 再将注意力转移到了一旁的阿尼亚和大白狗身上 通过阿尼亚的解释 约尔得知了恐怖分子以及狗狗炸弹的事情 此时此刻过于震惊的她连忙查看起大白狗是否具备危险性 与此同时阿尼亚告诉母亲 是大白狗救了自己 然后阿尼亚也做了一下自我检讨 她明白是自己不应该擅自偷跑出来 面对阿尼亚如此诚恳的道歉 约尔实在是说不出什么指责的话来 总而言之 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将这件恐怖袭击通报给警察 那么事件就此落幕 但其实并没有 就在约尔以人妻身份同警察通话时 大白狗的耳朵再次弹起 这对于已经有经验的阿尼亚来说 狗狗无疑是又看到了未来 第一张未来是阿尼亚一家三口 但第二张未来 父亲竟然消失了 紧接着 画面变成了正在敲钟的钟楼 而钟楼附近突然发生了爆炸 重点是 爆炸殃及了很多人 这其中就包括了阿尼亚的父亲 再后来 父亲的死伴随着这次恐怖袭击的成功 致使东西两国之间的军事冲突 已经无法被避免 世界瞬间沦为了一片战火 看完了这一切 阿尼亚整个人陷入了恐慌 不安的她质问狗狗 难道刚刚真的是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吗 但大白狗根本无法理解阿尼亚的意思 这下 怀揣着未来走向这个惊天大褂的阿尼亚 陷入了纠结 她想 或许能将这件事情告诉母亲 让超厉害的母亲去救救父亲 但是 阿尼亚又不知该如何解释超能力的事情 最终 阿尼亚决定向狗狗确认一件事情 就是未来是否能够通过努力改变 然而大白狗再次被阿尼亚问懵 行吧 既然如此 阿尼亚只想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你还能跑得动吗 这个问题简单 阿尼亚总算是得到了大白狗的回应 最后一挖一狗 双双向悦尔致歉 阿尼亚大喊着 父亲去洗手间时忘记带厕纸了 现在正陷入大危机 阿尼亚要去给她送下厕纸就回 就骑着大白狗跑走了 说实话 这话说的似乎也没啥毛病 也确实是父亲面临着大危机 另一边部长这头也拦截到了约尔的证言 再加上此前黄昏查到的线索 只要按照夫妻俩给出的信息 在目击地点周围进行布控 控制住可疑的白色面包车 很快除了坏蛋头头外的其他人员就落了网 恐怖袭击事件进展到此 大部分的炸弹和相关人员都已经受到了控制 但最关键的坏蛋头头却还逍遥法外 只可惜他们在明敌在暗 坏蛋头头此时也已经明白 真正在和自己作对的其实是西国间谍 但是就算只有他一个人 他也不打算放弃 此外坏蛋头的手里还有最后两张王牌 仅剩下的大狼狗 以及唯一一处还未被发现的炸弹 与此同时 剩余被抓捕的成员也意外的嘴硬 怎么都不肯说出最后一处藏匿爆炸的地点 相反他们依然崇尚战争 想要铲除西方各国确立东国的霸权 然而可悲的是 这群小鬼明明就从未见识过战争的残酷真相 看着这样沉浸在扭曲思想下成长的他们 部长实在是忍受不住了 他一点点讲述起战争时期 他曾耳闻过经历过的事情 接着部长缓缓将枪支抵在了小鬼的头上 同一时刻 坏蛋头头在大狼狗身上安置好了装备 然后他告诉大狼狗 一旦确认到大臣的气味 就绝不能跟丢 就这样恐怖袭击计划的最后一步正式开始 坏蛋头头认为 自己的伙伴大概会将最后一处的爆炸地点 暴露给对方 所以现阶段大部分的战力应该都会集中在钟楼广场附近 这样一来只要将计就计 大臣的身边反而有了钻空子的时机 但是在此之前 坏蛋头头先是来到钟楼附近 准备了一个临时炸弹 而这正是黄昏将要负责的 最有可能出现炸弹的B1区 临走之前黄昏告诉部长 对于部长刚才的那番话 自己深有同感 毕竟我们都已经受够了战争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阿尼亚这边也是朝着钟楼直线奔走 好不容易抵达了钟楼 体力消耗巨大的大白狗 再次进入废物状态 但阿尼亚只想知道 之前影像里父亲是在哪里死掉了来着 尽管很无奈 可是阿尼亚确实是想不起来了 于是阿尼亚再次找上大白狗 请求她再把刚才的影像放一下 只可惜请求无效 关键时刻阿尼亚突然想起来 影像中炸弹在爆炸的时候 正好是钟楼敲钟的时候 也就是说剩下的时间只有 阿尼亚不懂得看时钟怎么办 没有关系 不懂就问 随后阿尼亚找上了一位 看上去就很温和的老爷爷 通过问询 阿尼亚知道 剩下的时间只有30分钟不到了 很好 至少掌握了一个重要信息 正当阿尼亚在为自己打气时 大白狗也嗅到了一股熟悉而又危险的气息 于是她赶紧叼弃阿尼亚 藏身进角落 紧接着 阿尼亚就撞见了坏蛋头头 带着大狼狗正在做坏事的一幕 这时同样嗅觉灵敏的大狼狗 也发现了阿尼亚的踪影 可犹豫再三 大狼狗还是放过了阿尼亚 危机解除 看着坏蛋头头即将驾车离开的身影 阿尼亚再次通过超能力 知道了临时炸弹的事情 这下一切都串联起来了 毫不疑问 未来的可怕走向 关键就在于这临时炸弹 那么也就是说 刚才坏蛋头头出入的建筑物 就是炸弹所在地 大事不妙 此时的阿尼亚在老爷爷的教导下 已经知道距离钟声响起 仅剩下了7分钟 呃 应该是这么看 没错 于是阿尼亚跑进房屋 找到了那处一开门就会爆炸的门 但是他给忘了 好在还有大白狗时刻提醒着他 随后即时醒悟过来的阿尼亚 在狗狗的提醒下 从角落的窗户处进入了房间 此时此刻炸弹近在咫尺 个关键是拆除炸弹该咋整 虽然电视里播的是 只要将红线或者蓝线跳出来剪掉 就能够阻止炸弹爆炸 但这全部都是黑线又该咋整啊 再说了阿尼亚只记得要戴手套 为了不留下指纹也没带剪刀呀 难道说就这么等着 到时候拦着父亲告诉他不可以进入房间 经过这一轮的头脑风暴 阿尼亚在看到房间内的番茄匠时 突然灵光一现 冒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带黄昏等人赶来炸弹地点 大门残留着的血书震惊了不少人 话说那是啥 茄子指向了把守门 难道是新的暗号方式吗 这时和黄昏一同前来的老间谍 实在是按捺不住了 再这样悠哉下去的话 马上就要到大臣出发的时间了 他可不想因为一个小鬼而停下脚步 与此同时 阿尼亚望向钟楼的方向 等待着钟声响起 很快他就等来了 在未来里看到的时间 钟声回荡在耳边 而爆炸却没有发生 这表示阿尼亚成功改变了未来 果然大白狗感受到的未来 也发生了改变 这次阿尼亚一家三口 一个也没有少 回到钟声响起前 就在老间谍 即将转动门把手的那一刹那 黄昏却制止了他的行为 因为他将这怪异的涂鸦放在了心上 后来通过阿尼亚死前 刚刚爬过的窗户 罗伊德也发现了炸弹 这么说 茄子不是茄子 而是炸弹 不对 这涂鸦简直就像是 提前预知了未来 而做出的警告 这还真是奇怪呢 虽然关于茄子的疑虑 最后还是没办法解释 但黄昏注意到 保安局的人已经赶来了现场 正好炸弹的事情 也能交由他们处理 黄昏等人决定暂且退出 转而赶往大臣身边 与此同时的大臣处 眼看会议的时间将近 比起楼下那群 无时无刻都要跟着的东国眼线 大臣更在意自驾的西国情报局 到底有没有解决犯人 就在这时 一个自称情报局的男人走了进来 随后再见大臣时 他一脸平静地走下了楼 却在看见有理时愣神了几秒 接着大臣又将视线放向了远处 突然他抢过一辆车 直接一个人驾车冲出了重围 另一边 嗅到大臣气味的大狼狗 指引着坏蛋头头追上了大臣的车 果然不出黄昏所料 坏蛋头头的确是在利用狗狗 在进行着追踪 所以他才会在刚刚闯入大臣的房间 并将大臣扒了个精光 为的就是扰乱狗狗的嗅觉 而这场驱车跟踪的主动权 其实是在他们手中 在得知坏蛋头头成功上钩后 黄昏就开始不断兜圈 成功让同伴找到了 坏蛋头头所驾驶的车辆 但是黄昏等人也失算了 坏蛋头头还留有后手 没过多久 这场车战以老间谍的失败告终 但他还是将消息转述给了黄昏 得知计划失败 黄昏直接弃车 引诱坏蛋头头追上来 进行一为一对决 可是擅长阴人的坏蛋头头 根本不打算亲自出手 他直接放出大狼狗 企图在狗狗追上大臣的时候 直接引爆炸弹 眼看胜利在望 就算是对方使用枪支 也无法逼挺狗狗 毕竟这可是受到过专业训练的狗狗 不过令坏蛋头头没想到的是 这年纪六十的西国大臣 身手竟然如此了得 只见他几个大跳就翻到了墙的对面 可就算是这样 最终还是逃离了坏蛋头头的视野 因为想要逃离大狼狗的追踪 可没那么容易 眼看大狼狗逐渐逼近 黄昏也无法在手下留情了 他一把撕掉自己的假面 并向狗狗致歉 即便他知道被卷入人类愚蠢的纷争 也并非是狗狗的本意 但也只能是到此为止了啊 什么鬼 老头变帅哥 狗狗当场懵逼 而他迟疑的扑摇 是否能帮他逃过黄昏下定决心的一枪 好了 本期内容到此为止 欢迎留言 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阿硕会为你带来更多的番剧咨询 我们下期无见不散